最近追独一转区不小心发现一张似曾相似的新面孔 就是在《我不是药神》里的小黄毛章与原名张希 1982年9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 毕业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 2018年7月5日 在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中饰演鹏号 剧情到高贵妃故意刁难如意抄写佛经 以自己聊一讨要求重醒 这样的剧情似乎甄嬛传里也有 然后机智的如意就写了一首诗 和佛经一起让皇帝看到 诗诗暗含了与皇帝的往日情分 又通过佛经表达自己悲天敏人的心情 皇帝大为感动 令人将佛经供奉起来 而这位在皇帝身边接佛经 那是为师小黄毛张欣 后来改名张 也在今年大火的电影 《我不是药神》没有重要的角色 一个被原来家庭 抛弃的得了白痴病的孩子 一个人在外消博没钱 莫要等死 最后帮助男主一起卖药 最后一位逃避检查疯狂飙车 与大货车相当身亡 剧中的小黄毛演技炸裂 将被抛弃 却又有着自尊自爱 这大孩子形象刻画得淋漓紧致 让观众印象深刻 就不想剃掉黄毛 张欣居然还是这么清秀的形象 尽管短短几秒的出镜 也让人感觉演技在线 小编查了演员表作